王牌对王牌新一期节目打着山河令和上次花轿嫁对狼的旗号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然而在看了一整期的节目之后大家就会发现 龚俊和张哲瀚虽然作为嘉宾去参加了录制 但是他们的镜头和亮点都非常的少 说是山河令特辑其实给他们表现的时候并不多 这一期王牌对王牌另一个噱头就是黄毅 聂远小李林等人组成的上次花轿嫁对狼剧组 时隔20年之后在王牌对王牌六这档综艺节目中重剧了 原本很多观众都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 冲着龚俊和张哲瀚还有上次花轿嫁对狼剧的剧组才去看的节目 没想到整期节目播完之后大家却觉得有点失望 在王牌对王牌六新一期节目播出之后 曾在上次花轿嫁对狼剧中饰演女主杜冰燕 并且这一次也参加了节目录制的小李林都不太满意 她发了一条动态 感慨说还原20年前的杜冰燕既新鲜又感慨万千 这是最后一次扮演杜冰燕和过去的角色说再见 小李林的这条动态其实就是表示自己再也不会扮演杜冰燕了 即使跟这个角色告别 同时也是表明如果不是王牌对王牌这档节目 想要用经典重剧这样的噱头 她早就跟杜冰燕这个角色告别了 像小李林这样清醒的认识到 之前的杜冰燕已经成为了回忆 要永久珍藏 而自己也是最后一次扮演杜冰燕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想法了 也希望其他被邀请到王牌对王牌的剧组演员 能够有同样的认识 不要因为一次节目录制就沾沾自喜 感谢观看